萌萌西瓜冰棒超简单快收藏 先将西瓜取厚度2公分的厚片 不要切太薄 在插冰棒棍的时候 西瓜皮容易断裂 也比较不容易成型哦 再将西瓜果肉取出 保留完整的西瓜皮 再切成块状 也把西瓜籽挑出来 待会可以装饰用哦 再来将冰棒棍插进西瓜皮中 自己固化好等份就可以咯 再把150公克的西瓜 和FIO的香草冰淇淋200公克 放入搅拌机里面 让它们彻底缠绵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使用一氧纸 粉碎它们俩 让它们完全融合 呈现滑顺粉色的 西瓜奶昔状态就可以咯 再来将西瓜模具 底部包上保鲜膜 底部越平整越好 也尽量贴紧 才不会流出来哦 接着就是将西瓜奶昔 倒进西瓜模具中 放上西瓜籽点缀装饰 也太吐西瓜了吧 绕口令吗 放好后就可以将它们送进冷冻库中 让它们睡5个小时 都结冰后就可以准备切块咯 成品是不是超可爱的啊 Feo的冰淇淋都有低卡减糖的设计 吃起来也比较不会腻口 口味也非常多种哦 而且还是高蛋白冰淇淋耶 这么热的夏天 有谁能抗拒冰淇淋的诱惑啊 材料表在影片的最后面 我是梅森 你学会了吗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